刚刚我们有宣告Shape,然后又有宣告Rectangle和Circle 而且Rectangle和Circle就是举行去继承形状,然后圆形也去继承形状 那在这里有些同学不了解的是说,OK,那为什么这边宣告的area 它是0,那它没有影响到下面的这一个area呢 因为我们已经override把它盖掉了,所以等于是说我盖掉你 那我现在所用的就是新的,所以不会影响 这里有一个,有些同学可能会想说,那我这个Rectangle是不是也可以继承Circle 是可以的啦,只是举行去继承圆形毕竟没有圆举行这种东西嘛 那你会觉得很怪,可是呢,我可以,比如说我在Shape 假如我今天这个Shape是有,形状是有厚度的 那我就宣告个厚度,DoubleThick 那这个厚度,我在这里宣告之后呢,我就可以用 我就可以用了,那所以我在下面这个Rectangle既然继承了Shape 所以Rectangle其实也会有厚度 那如果我在这边预设给厚度是1或2好了 预设给厚度是2.0 那这时候呢,我算了面积之后,我还可以再算体积 好,虽然我里面没有宣告厚度,但是它上一层已经宣告了厚度 所以我算了面积之后,我也可以再算体积 那厚度你有很多种写法,对不对 我用wis乘以height再乘以sick OK,这样是可以算的 但是呢,这里我写错了,体积,体积,volume 我宣告一个体积函数 那这里有没有override 不需要override,因为上一层根本就没有宣告volume 所以我在下一层里面呢,我根本不需要override 因为它上一层没有,所以不需要覆盖 直接用就好了 那,在这里还有个问题是 我们这样子宣告其实就OK了 但是我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比如说我这里我想宣告volume circle里面如果我也想宣告一个volume 好,那我可以用什么呢 我需要把3.1416乘牙乘牙 再写一次吗?不用 因为我可以这样做 我直接不叫面积乘以高度 面积乘以厚度就是体积嘛 OK,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 那我先把增错停止 建置一下 好,这里他说有一个问题 说seek的保护层级导致无法对其进行存取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因为seek不是公用的 它不是公用的 我在底下它也不是protected 不是保护的 它是私有的 当你没有写的时候它是私有的 那私有的我下层是不能存取上层的东西 所以我在这边我必须要把它加上public 这样子的话呢 它才可以在保护层级上面符合这种使用要求 OK,这时候我建置就成功了 那我再去执行 好,那我再去执行 因为我没有误叫volume 所以我得误叫一下volume 让大家看一下它的结果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 我的circle里面呢 没有设定seek 我circle里面把它设定一下seek seek等于2 circle3.0好了 好,那这时候我再去 再去呼叫 我这时候这一个我就 呼叫volume 好,这样子我们来执行看看 好,R点volume等于80 因为它的厚度我们设成预设2 OK,那C点volume等于37.6992 因为它的厚度我们预设成3 对不对 所以它的volume是3倍 OK,但是呢 你可以更改它的厚度 更改之后它算出来的就不一样 举个例子 我这时候呢 我这时候呢 我把c.seek等于5 好,那我再印一次 好,再印一次的结果 你就会发现它跟刚刚那一次不太一样 变成62.832 为什么? 因为我的厚度改成5了 厚度改成5 就变 这里厚度是3 这里厚度是5 OK,那结果当然不一样 好,那刚刚同学还有人问到一个问题 是说,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这个rectangle 可不可以直接把后面的这个shape不用继承吗? 因为在我们没有宣告厚度的情况之下 其实是不用继承的 可以 如果你宣告了厚度 你又用了厚度 那当然是要继承 但是你没有宣告厚度 也没有用厚度 那这个shape函数就有点空 有点空,我不要继承也OK 但是我刻意继承的原因是 等一下我们要讲多形 我要讲多形的时候 有继承你就可以看出它的效果 没有继承看不出多形的效果 好,所以这边呢 就给各位再看一下我们写完volume的结果 好,那这里 OK,在物件的地方 好,我们的继承这边 我把这一个也贴上去 范例1其实举行 圆形继承形状 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弄个范例2 好,那接下来我们弄个范例2 加入体积厚度与体积函函数 OK 好,那这是程式码的部分 好,那执行结果是像这样 好,ok 所以呢,请你再去看一下 我们加入厚度和体积函数的这个版本 嗯,有没有问题 好chmal 嗯 请按赞 订阅 圈内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